台灣第一批到後的牛津疫苗 就在今天正式開打 身為台北市的大家長 台北市長柯文哲 當然也要來關心一下 北市醫院的施打情況 喬喬柯市長今天來到和平醫院 對醫護人員都問問 西問問 就知道柯市長有多關心 這次疫苗怎麼施打 因為我自己是專業 所以從頭到尾 我要當作是外部的審查 我們那邊的流程全部親自一遍 然後把問題全部擠進來 禮拜四他們再跟我報告那個流程 要怎麼改進 而會讓柯市長這麼緊張 想要親自把疫苗接種流程 好好看一遍 就是因為這次疫苗的施打 跟過去流感疫苗 比起來有點不一樣 目前和平音樂規劃 週一到週五 早上下午都可接種 願意施打的醫護人員 要先預約掛號報道 再填寫疫苗醫院書記錄卡 接著再用健保卡看診 經醫師評估 適合的話就開單注射疫苗 接種後 在健保卡貼上貼紙註記 注射後再觀察30分鐘 就會發接種紀錄卡 不過過去流感疫苗只要打一次 但這次牛津疫苗施打完第一劑後 必須要再等8週施打第二劑 如果醫護人員在不同醫院接種 那紀錄系統要怎麼連線 這些技術問題都還需要研究 都說一個早子要打多少 那個戰流 觀察區 要多大可以放多少人 然後那個 這很細節啦 這我們醫療專業 只是去檢視流程 看看有哪個要改進 好啦 相信柯市長 過去專業的醫師背景 打疫苗這種事 對你來說 應該只是一塊小蛋糕而已吧 不過我說柯市長啊 看來看隔壁棚 行政院長蘇貞昌 衛福部長陳時中 他們都在早上 打完疫苗了耶 啊你今天 人都來到醫院了 怎麼沒有跟其他人一樣 帶頭順便施打一下呢 反正對那個細節 醫療專業沒有興趣 我就自己 我就直接自己 去督導 醫療專業問題 自己政治 另外再處理了 好啦好啦 柯市長 對於帶頭打疫苗 沒什麼興趣 那回歸到 市長你最愛的 醫療專業問題 據了解 這次北市聯合醫院 一共有1868名醫護 願意施打牛津疫苗 以和平醫院來說 只有329名醫護 願意接種 整體來看 願意施打疫苗的醫護人數 只有四成左右 好像不是很多耶 何市長你怎麼看 因為目前疫情還算有定 所以大家 都會不吉人 但是等到柯門一開 終究還是要打 因為你們 你們不可能 永遠鎖國下去 所以到時候 柯門 柯門一打開 因為外國人要進來 還是要打 還是要打